绑着马尾留着长头发的女生 大家扛着沙包往前冲 拼命要跑到终点 就是想挤进录取力只有一成的 阿里山森林铁路的心血招募 女考生也要背着15公斤沙包 在太阳底下跑1200公尺 体能一点都不输给男生 而今年林铁开出了18个区额 吸引了176人来考 看看上一次的考试 一百零七年女性报名比例有八十七人 今年是二十七人 全体报考人员从三百一十二人 降到一百七十六人 这次考试分为站务机物和路线维修人员 不分性别划分工作内容 其中站务和机物工作内容是贩售车票 以及车辆维修 要扛沙包跑步一千两百公尺 另外路线维护人员则需要保养铁道与机械设施 考的项目是提重八十六公斤沙袋 和挑重七十公斤车轮 在四十五秒内完成五十公尺 考试分两天举行 有体试能也有比试 虽然辛苦 但只要考上了月薪最高有三万六千元 年终奖金一点五个月和各种津贴 这样的条件也让很多人都想要来拼一拼 华世新闻综合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